記得按讚訂閱 那開啟小鈴鐺喔 嗨大家好歡迎回到本週的蠟雞爆爆 上禮拜所長有提到魔法風雲會的新聞 我在這邊再次宣告一次 我也這次入坑啦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我沒有講我是露奈 好就這樣吧 今天一樣為大家帶來三則新聞 首先是我們的第一則 有玩動物森友會的觀眾 應該已經下載這次的免費更新包了吧 這次的1.2.0的更新包 從我們的節日開始說起的話 總共有三個節日活動 4月3號到5月4號的世界地球日活動 還有5月1號到5月7號的5月勞動節活動 讓你可以拿到5月旅行券去到神秘島嶼 我發現了總共有4個節日活動 我只有講到3個耶 5月18號到5月31號 還有國際博物館日 讓你可以在島內的博物館 進行即彰喚獎勵的活動 最後是一整個6月的6月新娘活動 讓你可以去協助拍攝婚禮照 進而取得相關的DIY方程式 這個更新包還有增加了島上訪客 可能有些人已經遇到了賣花草的樹懶 以及賣美術品的狐狸 之後我們的美術館也可以升級擺放美術品 你就可以拿著你跟狐狸買的美術品 去給富達鑑定囉 再來是我們的第二則新聞 雖然因為疫情影響黑寡婦要延期上映 但是我們的漫威旗艦限定店依然如期登錄 這次的旗艦限定店除了會設在台北外 我們的台中跟高雄也會有旗艦限定店唷 這次商品裡面我覺得非常有亮點的就是 鋼鐵人的iPhone跟iPad的快充傳輸線 還有這個復仇者聯盟的重低音耳機 以及漫威的大型滑鼠店 還有我身上這些棒球帽、毛巾、T恤 跟我這個 漫威的襪子 都是在這次的旗艦限定店可以買到的商品唷 這次的台北旗艦限定店 它是在台北的信義新天地A11的6樓 台中的則是在星光3月的中港店10樓 以及高雄的孟時代1樓 那我也要在這邊呼籲大家出門逛期間限定店 要記得戴口罩 注意社交距離 不要用手摸臉 還要勤洗手唷 再來是我們的最後一則新聞 最近因為疫情關係真的重創了非常多的產業 影響我最大的就是很多動畫都宣布暫停播出 精靈寶可夢、航海王以及數碼寶貝大冒險都宣布暫停播出 這也是因為在動畫製作跟錄音 這兩個工作環節其實是危險性最高的 密閉、密接還有密集的三密狀態 所以為了工作人員的健康著想 也不難理解他們做出這樣的決定 福音戰士的新劇場版最終章也因此延期上映 就連死亡擱淺的PC版發售日也從6月2號延期到7月14號了 其實這樣看下來也不禁讓我想起一句名言 所以想在這邊分享給大家 這是列寧的幾十年也等不到的一件大事 就是有可能在幾週內一口氣發生 有幾週內發生 雖然最後有點沉重 但其實我想說的就是大家加油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次的辣雞包包 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 這次要來抽獎啦 要抽出的是 滑鼠墊、鋼鐵人耳機 跟我身上這條毛巾 還有頭上這頂帽子 留言自己最喜歡漫威哪個角色跟原因 以及在下面填彎表單都有機會抽到唷